店家门口划上红线 却有一整排汽机车围停 民众沿路拍下 发现里头还包含一台警车 却不是来执行公务 只见欢迎男从驾驶座下车 跑来后车厢整理空间 准备把一袋袋肉粽载回警局 但看看车门上的这六个大字 怎么怪怪的 白体黑字写着连江县警察局 让民众看到还一度以为 是不是自己眼花 感觉怪怪的 马祖的警车怎么跑到台北来 最少大概都有 二三三十颗跑不掉 离家警车怎么会跨海来台 原来是因为连江县马祖资源不足 因此会是车况将警车送来台湾保养 刚好碰上端午节才会请在台 收驾远景帮忙采购家菜 没有依照规定停车 除了会找纳罚还坏 也会监讨改进 逢年过节嘛 大家人情意理 过去就算了 又不是常常有 就直接在那边停一排啊 感觉好像也没有人来取缔 所以 就是好像放着给它烂一样 影片跑往后民众看罚两极 不过违规停车事事时 辖群警方表示已经接获民众检举 也完成开单告发 只有今年才来 对啊 今年才看到 接订单的 端午佳节不只尝到应景美食 还吃上六百元罚单 离岛警车跨海来台也成为另类奇境 三雄顾员送养心仪 台北浅访报道